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抗体这个时间段 检测不到HIV的抗体 因此我们把这个时间段称为窗口期 又称为空窗期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在窗口期由于血液当中实际上是有病毒的 只是说没有产生抗体 抗体肯定检测不到 那就是说这个时间段内仍然具有传染性 这就是艾滋病的窗口期 那么这个窗口期 患者可能出现一些不典型的症状 就是说的急性感染期 比如说发热啊 这个倒汗啊 咽痛啊 浮泻啊 还有就是这个关节疼痛啊 这个以及出现皮疹啊 全身淋巴结肿大等等 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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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